歌曲 它花番好漂亮 活跳跳的 龍蝦蟹啊 這邊都有 這最新的啦 最新的 喔 漂亮喔 這個都是這邊現撈的 怎麼好意思啦 你看這一隻 喔唷唷唷 湯汁好鮮甜喔 我覺得旁邊的大傑 都比我還緊張一點 小心小心小心 不會啦這樣看起來好像還 還OK啦 有耶 好香喔 感覺嘴巴裡都有含著一塊塊木 一說到高雄的子官呢 我相信大家一定會想到 柯仔寮對不對 沒有錯 原本呢是一個養柯的小漁村 在當地青年還有政府的大力推動之下呢 它成為了一個非常成功的 觀光漁港還有漁市場 但是呢說真的 來這邊不是只有吃吃海鮮而已 可以到旁邊的巷子裡走一走看一看 感受一下百年前的繁華 在我身後的這一間呢 就是百年古厝劉文喜工具 它是非常傳統的美式三合院 紅磚造的 但是卻有著巴洛克式的門面 去漁市場之前呢 可以來這邊走一走打個卡 感受一下百年前子官的繁華兵貌 一說到柯仔寮 蚵仔寮是不是那個滿滿海鮮的畫面就出來了呢 這裡不只有滿滿的海鮮 聽說啊這邊還有一些很棒的行程 所以這裡不只是好吃 也有好玩的地方 跟著我去看看 哇你看這邊在打冰塊了 既然有行程要走 我們就要找熟門熟路的人 介紹一下 新會 哈囉 我是阿布 你好你好 你就是這邊有那個認證的 HACCP嗎 CCP的漁市場 我們現在第一站現在來到哪裡 我們要到我們的漁市場拍賣漁市場去 拍賣場 對拍賣漁市場 然後就是我們其實在電視上有時候會看到 然後就是有人在賣漁市場 喊那個價錢 對喊價錢的漁市場 都聽不懂的那個 對聽不懂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進去了 對等一下阿布 來我特別為你準備了我們的帽子 對我們進去了 就是因為我們是HACCP的漁市場 所以我們有所謂的自主性的管理 那我們分為五大面向 就是帶人流、物流、水流、汽流、車流 五大面向方面去做管控 那第一個茁壯的部分就是我們人流的部分 一定要有雨鞋 然後跟我們的帽子去做配賣 難怪剛剛一開始就叫我穿雨鞋了 現在裡面如火如荼 那我們就直接進去了好不好 我們這邊主要就是 是屬於漁市場 就是Tier Chew的那種拍賣方式 所以我們的拍賣官就是我們的Tier Chew Tier Chew Tier Chew 阿布你有沒有聽過Tier Chew的名字 我知道拍賣官 但是我不知道原來它叫Tier Chew Tier Chew為什麼 因為以前我們不是在古代的時候 會去米店嗎 我們不是會說是去買米 那我們這邊啊 賣魚的拍賣官它是賣魚 它不是賣米 以前去米店的話是叫Tier Chew Tier Chew 它是我們拍賣官叫Tier Chew 對拍賣魚貨 但是我其實有個疑問 像一般的遊客 我們想要進來喊魚可以嗎 我們一般遊客其實是沒有辦法進來買魚的 那因為是說今天剛好阿布來 那我特別帶你進來我們的魚市場裡面去參觀 那基本上一般遊客都是在我們二樓的天台 可以在上面看啦 那邊上面有人 對但是他必須就是要跟我們漁會去申請 然後我們進來我們的魚市場去做參觀 所以才能上 一般人也不能自己試試上來的 可能它是有你要認證的有牌照的或怎麼樣的 牌照是在裡面 但是去樓上的話必須要預約導覧 也是要預約導覧的部分 那我今天就帶你們看看樓下一樓的部分 對帶我們一樓的部分 好不好我們去逛一下 我們去逛一下 這是我們的那個龍膽石斑 好大好肥啊 你看旁邊就是漁港了 對就是我們漁港 漁港的時候第一船一到卸貨了之後 就直接在這邊拍賣 沒有錯所以是第一個 我們這也是HATSEP的一個魚市場 那邊是不是有那個不鏽鋼的滾輪 我們這邊倉導漁獲不落地 從那邊上來的漁獲 對經過我們這邊的禮貨園 在我們不鏽鋼平台去做漁獲的分級 把它分剪成一批 對 某一種魚就放在一起這樣子 對對對 一籃一籃一籃這樣子 都是要照著流程走的啦 對沒錯 然後分好貨了之後 分好貨之後 它就會過我們的磅秤 像我們現在 過磅 過磅 那所以它就會有所謂的拍賣連的部分 那拍賣官等下 就會依照我們拍賣連去做 拍賣的動作 了解了解 所以等一下可以注意看 我們拍賣官喊價的時候 會有一些手勢 那我們現場這邊它就很特別 我們等一下可以站到旁邊去看嗎 可以啊當然可以 沒問題都來了 那你有沒有什麼要注意的事情 我怕我隨便抓個癢 它就覺得我要喊 就盡量不要有太多手勢的動作 不要有手勢 盡量不要 手手收好 手一定要收好 手這樣子 然後另外就是 我隨便比個1它會不會就好幾萬 不會那就買走 沒有啦沒有啦 開玩笑的沒有這樣 所以基本上我們就是進去的話 就是以我們聲音不要去影響到其他 好不要不要 不要出它 我盡量在旁邊跟你們偷偷講話 好不好 我們進去逛一下 OK 走 哇好大隻喔 對對阿 哇 那個是龍虎斑 然後這是我們新鮮子 也是我們這邊的產品 就是我們的布拉魚 布拉魚 好新鮮的感覺 很新鮮 都是現場剛捕撈起來的 對 喔 好想 有沒有感覺很新鮮 全部都想問 好想喊喊看 然後買一些魚 待會吃這樣子 通常我們買東西的時候 不是應該就一手交錢 一手交貨 對 那你有看到我們這邊 你看他們把魚貨拖走了 然後發現他們完全 沒有付錢 其實是現場沒有現金交易的 對他們是沒有現金交易的 我看到他們手上拿個印章 對 所以他基本上我們進來這邊 要買魚貨都是我們成銷人 那他只有成銷人 他會有印章 才能來進來買貨 所以一般人 一般消費者民眾 是沒有辦法進來 了解 對 那他們拍賣的模式就是以喊價 那我們的價格呢 是以我們的公斤計價 不過外面一般市場上 台金是有落差的 所以他的價格是 比如說我跟你都喜歡同一欄的魚 那拍賣官會從 價格會從高喊到低 那譬如說 到一個均價 你還要繼續喊 我也想要 那他就再往上喊上去 就在拍賣嘛 對 我覺得這批魚貨我很喜歡 很喜歡 他又很新鮮 我想要多出一點價錢 把它買下來 對沒有錯 但這個環節 我們一般人是不能參與的 是沒辦法 所以這次特別讓阿布來體驗一下 就看看 我們就看看就好了 手不要亂動 對不要亂動 既然現在拍賣的部分 我們一般遊客不能參與 有沒有什麼我可以體驗的部分 阿布我剛講 既然來這裡的話 我們就帶你去更不同的體驗 那Def會讓我們電話會同事 跟你介紹 喔好啊好啊 帶你去 好好好 那我們就出發了 直接出發了 走 欸 小哲跟我說這邊也有好玩的 但是 這什麼地方阿 小哲 唉唷怎麼那麼濕阿 這裡是什麼地方 這裡是我們指觀區儀會的製冰場 這裡是製冰場 對 在你們腳下的這裡是一個很大的冰箱 裡面全部都是冰塊 對 因為我在講 他講製冰場 我覺得 這裡雖然涼 但還不到冷凍庫那種冷的程度 對 這裡有辦法製冰 有有辦法 但是他用的製冰的方式 不是傳統的製冰方式 這是怎麼樣的方式 他是用物理製冰的 就是用化學製冰的方式去 讓冰塊結成 你說下面地上這一格一格的 對 裡面都是冰塊 都是冰塊 對 這裡有耶 來來來看一下看一下 唉唷還真的耶 你看 下面就是冰箱的意思就對了 對 下面是我們的那個高濃度的這個鹽水 那我們利用這個化學製冰的方式 把水填充在裡頭 然後就製作成冰塊 其實我之前也來過 來過蚵仔寮 然後但是我沒有進到這裡來看 所以一般的遊客也可以到這邊來體驗嗎 可以的 一般的遊客如果有這個預約 我們才開放團體預約 他就可以來到這個地方 實際上來參觀我們的製冰工廠 喔 對 就以前我沒有聽說過這裡有開放 但是這裡現在變成一個 其中一個行程就對了 對對 然後也可以來看看 那我們這個製冰流程可以示範給我看嗎 可以可以 好的好的 那我們要稍微退一步 小心一點 來來來來 他可以把它吊起來就對了 對我們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冰塊 好的冰棒 那每一支冰呢 都有130公斤重 130 所以他有六支冰塊 他的重量是非常重的 就要把我們的機器來做調 來 就會把它輸送到我們脫冰的地方 OK走 喔 來小心小心喔 水護開道 這樣就六支冰 這裡總共有多少個水槽啊 這裡總共有60個水槽 60 對 因為他製作一個冰的時間很長 要24到30個小時才可以試整個冰 30個小時 對 是的 那因為冰塊很重 所以我們用 採用這個浮力的這個原理 把冰塊呢脫離這個冰槽 然後 這是一個水池 它現在泡下去了 對泡下去了 那冰塊它的比重比較輕 了解 所以冰塊就會等一下就會浮起來 那個跟我們家冰箱的那個製冰盒一樣 對對對 大家都會說 那為什麼海鮮來到漁港就這麼新鮮 其實呢 這個製冰是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因為有這些冰塊 所以漁飯他們可以很妥善的保存 我們等著做 一直維持它的新鮮 對 我就是每次逛漁市的時候就會想 他們那邊都有一整箱一整箱的碎冰 而阿寮這邊自己有這個製冰場 直接做然後供應給他們 對不對 對沒錯沒錯 難怪那麼多冰可以用 它花圓好漂亮 活跳跳的龍蝦蟹啊 這邊都有 這是最新的 最新的 喔 漂亮喔 這個都是這邊現撈的野蝦 怎麼好意思啦 你看這一隻 喔唷唷唷 湯汁好鮮甜喔 這龍舞般 喔那個皮 喔這個也都是可以直接新鮮宅配的 带著皮一起吃 欸 counterparts 嗯 這麼滑溜 欸它還活跳跳的 來囉 哇這裡這裡 哇好久沒有來了 漁獲的直銷中心 你要帶我們直接進去買東西了 對不對 對來到子關 而阿寮呢 如果你要買好吃 買新鮮的 那一定要找我們 子關區議會的總幹事 欸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總幹事都出馬了 那我們來這邊就對了 是是歡迎歡迎歡迎 裡頭就是我們一般遊客 可以進來買漁獲的地方 對沒有錯沒有錯 喔那就直接二話不說啦進去 走 我們這邊的直銷中心所販賣的漁獲 都是我們的拍賣漁市場 當日程銷人所購得的 就直接直接在這邊可以賣給我們的 觀光的消費者的民眾 啊就是每個攤子的攤主 他們剛剛就在拍賣市場那邊 派賣到的魚直接過來這邊處理好 對所以是最新鮮的 對所以是最新鮮的 欸老闆娘你好 你好 最近有什麼跟中市的介紹一下 藍花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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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的 柯仔寮出產的 柯仔寮的藍花蟹 柯仔寮的藍花蟹 喔它畫文好漂亮 活跳跳的 龍蝦蟹啊 這邊都有 這最新鮮的啦 最新鮮的 最新鮮的 喔漂亮喔 這個都是這邊現撈的 要要要 好買單買單 買單買單 總幹事在這裡我就不怕了齁 大行都買單 買單 等一下我就去挑大龍蝦 OK沒問題 真的假的 來到這邊就是要吃好吃飽 對啊你來到魚市場 就是要買很多很老啊的 然後吃得很豐盛這樣子 才過癮 說到蚵仔寮 是 總幹事 來蚵仔寮是不是就要吃蚵仔 不然為什麼它叫蚵仔寮 來蚵仔寮其實也可以買得到蚵仔 但是很多人都會問說 蚵仔寮到底有沒有生產蚵仔 其實蚵仔寮在以前日據時期的時候 他們是有 我們外海是有蚵棚的 但是因為日據時期的時候呢 要建造這個左雲軍港 所以說這些蚵棚都全部被徵收掉了 所以現在蚵仔寮已經沒有在養蚵仔了 但是你來到我們的直銷中心 什麼貨色都有 因有進有 你要買蚵仔也有 當然也有 只是說不是蚵仔寮現在很地產的 是是 這邊外面其實也有代客料理 對 所以我們挑好我們要吃的魚貨 等一下我們就直接到餐廳去 好不好 我們直接拿到代客料理去 在短時間把它處理起來 最輕耶 哇哈哈哈哈哈哈 怎麼好意思啦 你看這一隻 喔唷唷唷 好大隻 哇他頭裡面都還有湯 等一下 我這吃相可能會比較不好看 不好意思 湯汁好鮮甜喔 湯汁好鮮甜喔 是是是 哇 然後那個頭殼裡面 大家都知道這個 喔我們這樣逛了一圈市場 其實才跑個兩 兩攤三攤滿桌子的菜都出來了 我真的覺得齁 每次遊客 像我來也是這樣子 滿載而歸 滿滿的漁獲 我們剛才其實有聊到 因為現在的物流 你們在很勞啊 也可以直接寄喔 可以啊 可以啊 那流程是怎麼樣 像是我們本身 魚會有經營一個 魚腹鮮撈的官網 這是一個電商的購物網 你可以到上面去下訂 我總算撥好它啦 這個一定要大口吃 大到有一點 不錯吧 很紮實的口感 有沒有很彈牙 很彈牙對不對 好吃到說不出話來 我現在沒辦法講話 而且它真的是非常的鮮甜 是是是 很牢啊就是很牢啊 活跳跳的深蒙海鮮 龍虎斑 喔那個皮那個皮喔 這個也都是可以直接新鮮宅配的 可以可以可以 帶著皮一起吃 欸 活跳了 這麼滾溜 它還活跳跳的 它的油脂很豐富 就是你吃下去之後 你不會覺得 有一些魚煮了之後 會比較柴 它不會鮮嫩 多汁 然後吃起來 喔 口感非常棒 我喜歡 鵝尿最有名的 就是烏魚子 紫冠魚會 為了這個烏魚子 我們還特地 建造一間烏魚子的 觀光工廠 那野生的烏魚子 它會比較有香味 嗯 我覺得真的就是來到漁港 品嘗他們海鮮是最主要的事情 但其實現在可以多花一點時間 在這邊停留久一點 對 感受一下這個 可以說是漁村啦 對 對 一些魅力所在 我就繼續吃了好不好 OK 喝個魚湯 欸 體驗了這個 前面的行程之後呢 小澤告訴我 一定要來這裡走一趟 幸會嗎 欸 嗨 嗨 我跟你說 怎麼了 小澤叫我一定要來這裡找你 對 一定要來找我 這裡有超棒的東西 讓我可以帶回家 因為我們說真的 你去魚市場逛了逛 你買了一些 新鮮的海鮮 可是呢 說實話要帶回去喔 其實你會比較麻煩 又要打冰 又要用車程 可是來這邊 來你這邊找你就很方便 沒有錯 來找我就對了 漁會這邊呢 最主要呢 我們這邊就是 烏魚子嘛 最大宗大家也最文明 最知道 啊這個一定要的 對 我們現在去露營的時候 也會拿烏魚子出來 在那邊烤 不然說要露營 那更好 來 露營一個最方便 我們現在呢 有一個最方便 這個回去我們還要煮對不對 那我們這邊呢 還有推出 因為露營嘛 現在大家都是 希望小家庭 或出去露營 對 那我們就 做這個燙烤一口 它已經燒烤過了 我們當場就直接吃 當場就直接吃 好沒問題 我立馬才 沒有在客氣的 真的 我是真的沒有在客氣的 但是你確定 現在硬幫幫的可以直接客嗎 你讓它回溫一下 回溫一下 你用手掌心這樣子 手掌心讓它回溫一下 有沒有 欸我不是愛吃喔 我是要吃給你們 對 品嘗 讓觀眾朋友能夠 講一下口感讓你們知道 感覺它多好吃 有耶 一下就軟了 放在這邊應該更快 這會不會有點太 味道是不是 沒有錯 可以了啦 好OK 來拆開 因為它已經軟了 撥一小塊吃吃看 慢慢的你把它咬開之後 那個香味 在嘴巴裡整個散開來 就是很濃郁的香味 而且我們的烏魚子 有別於別的地方 我們是野生烏魚子 因為我們這邊就是魚缸 啤酒 你怎麼拿來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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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這是野生烏魚子 對野生烏魚子 所以有沒有嚼勁它更香 它的口感的層次更好 好濃郁喔 越嚼越香 對對對 這個好吃 這個很好吃對不對 首選的部分 沒問題 除了這些烏魚子之外 當然還有生鮮魚貨啊 喔 有沒有 四角 哪有中 中到我有點撐不出來 等一下你說這香是怎麼樣 這香它其實就是我們比較主推就是國產部分 欸等一下 不對啊我們等一下還有行程要工作的話 這個 這個沒關係等一下 隨後來 我可以宅配嗎 當然可以宅配啊 可以那就搞定了啊 對啊宅配所以很方便 對啊因為你們來這邊玩 一定可能還會走後面其他的行程嘛 對對對 那如果你在這邊買一買 你想要寄回家 你剛好回家就收到了 對我們這邊有宅配服務 而且這裡不只是這個啊 你看這邊的冰箱還有好多東西 還有很多很多的魚產品的部分 那除了這些生鮮魚貨冷凍的魚貨之外 我看到好多這種欸 都是常溫的東西 你不知道什麼特色 介紹一下 來 我嘴巴裡都還是烏魚子的味道 濃厚烏魚子味對吧 唉唷 追不到我的吧 沒有錯 來 我們介紹一下我們一個很有特色的部分 來來來來來 來我們的一串魚的部分 一串魚 阿布你有沒有覺得它這個一串魚的部分 好可愛喔 很可愛對不對 感覺可以掛在家裡外面有沒有 有沒有像日本的那個警禮棋 警禮棋 那我們這邊是哪裡 魚村嗎 你不覺得這個產品的包裝非常特別 有魚的造型啊 對 那以前欸 有沒有想到了 在魚竿是不是 對 還是用這個方式去做一個設計 所以來到我們門市的部分 他們其實都會買這樣子一個比較特殊的產品 阿布要不要拿一盒 不用了 怎麼好意思 沒關係 這樣子你這樣不夠多 你剛剛拿一個那個 真的假的 真的 可能你要我們這邊產品會很多 介紹一個最特別的東西 去年度才剛上市的 烏魚松心蛋捲 蛋捲喔 對 欸 對 它有什麼特殊 最主要它是就是用法國奶油 嗯 然後跟它日本的那個細緻麵粉 那裡面放的就是我們當地的烏魚 烏魚肉所攪成烏魚松裡面 然後把它塞進去 喔 口感這樣層次 阿布要不要試試看 這個我好像 打不太開 有沒有 這樣就交給我了 我輕輕的 打開的 不是我 你這樣一定要留下證據是不是 好沒有問題 是5S包裝的很好 因為等於說是海鮮可以結合現在時下流行的點心 嗯 怎麼樣 嗯 感覺如何 我跟你說 我剛才吃烏魚子 對 因為烏魚子的味道加上這個 感覺整隻魚都在我嘴巴裡 然後跟你們說帶鼓掌不要吃這個 因為我噴得滿嘴巴都是肉鬆 哈哈哈哈 你真的很好吃耶 很好吃對不對 它越嚼越香 有沒有烏魚的香氣後味慢慢出來 有好吃 好吃 好吃 這個可以買 這個可以買 好吃好玩 來到這邊真的 除了可以吹一下冷氣之外 好好的挑選 裡面產品真的很多 而且好多冰櫃 我去逛一下 你帶著我去逛一下 好不要買太多 要買很多 要買多一點 對對對 除了柯材料之外呢 我要推薦你們一個可以乒乓的地方 而且這裡也有DIY的行程可以體驗喔 喔喔喔喔 鋸開了鋸開了 對 就習慣就出來了 換你試試看 我會緊張 欸我是不是歪啦 好特別喔 來我來嚐嚐看 欸有欸 有喔 哇好香喔 感覺嘴巴裡都有含著一個 快快木 那個快木的香氣 彷彿是串在那個咖啡的香氣裡面 除了柯材料之外呢 我要推薦你們一個可以乒乓的地方 而且這裡喔 也有DIY的行程可以體驗喔 阿山老闆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你這個店門口的院子 還蠻有FU的欸 古色古香的感覺 而且他用了很多的木頭 那些都是什麼特殊的木頭嗎 那都是台灣快木 因為我想讓民眾知道 台灣快木早期是怎麼被使用的 所以我用台灣快木的舊料來 營造這個環境 這邊可以做一些什麼樣的體驗 教你做快木湯匙 做一些器具 對對對跟筷子 趕快來試試看好了 走 我跟著你走 我剛剛說的品香就是 一走進你的店裡面 馬上就聞到香味了 你們轉過來看看 這裡全部都是 這些都是快木做的嗎 這些東西 對都是我們自己生產的 全部都是快木製品 我最喜歡聞木頭的香味了 尤其是快木 這個也是快木 這是台灣舉木 這個米桶是快木 好香喔 這整間店都是木頭的香味 我喜歡 今天來到這裡 瞧不出聲音 不要鬧了 老師這個是準備要來做湯匙的 你現在會不會很好奇 這個要怎麼讓它變成這樣 要先打底稿 把你想做的形狀把它畫出來 然後再用線GG 把它劇出你要的形狀 先把它畫出它的邊緣就對了 大概就好了 我不是很會畫畫 等一下畫的不好看 藝術類的我真的不太行 好啦大概啦 我看老師好像也是蠻隨性的 大概畫一下就好了 大概畫一下就好了 好了 完成了 好 很捧場還鼓場咧 都還沒開始 要先鋸形狀 好 接下來就是直接鋸形狀 對對對 我先示範給你看一下 它 它原理就好像縫刃機一樣 慢慢的給它削開 對 喔喔喔 鋸開了 對 有形狀就出了 換你試看看 我會緊張 小心喔 這有刀具在 我們要小心 欸我是不是歪了 啊 我要加一點力氣去往前推就對了 對 歪七扭八的 歪七扭八的 嘿嘿 嘿嘿 這還有得救啦 還好 好 好 下來了 一邊下來 欸我這邊就削得還不錯 很順喔 我覺得旁邊的大姐都比我還緊張 小心小心小心 不會啦 這樣看起來好像還 還OK啦 那我們還要再 再 畫出你側面你想要的弧度 畫側邊喔 你都畫得很 很簡單的感覺 但是 手作做出來就是 每個人做出來的感覺都不太一樣 從這個角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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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醜喔 真的嗎 還有得救喔 看看怎麼救 好現在拿的刀片 我們要怎麼做 你就是用 左手大拇指 這樣推就可以了 直接給它削掉一些 比較立的邊是不是 對 把它削成你要的形狀 這是第一步的修它的那個形 對 老師啊我請教你一下 你怎麼會一開始會想要 開一個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塊木管 其實我最早是參與社區營造 總幹事他請我設計一個 可以讓遊客來體驗 剛開始其實是要當 當社區的產業 結果反而是遊客體驗的 這個的興趣會更多 其實如果你喜歡木頭的話 我覺得來這邊會覺得很舒服 那你可以聞看看 這是塊木 而且一削開就有味道了 對 對啊就有那個香氣出來了 塊木不是很貴嗎 因為我們目前來源還是以 舊房子拆下來的 就是等於說 也算是一種再利用嘛 對 再利用 比較不會浪費 木頭這種東西 真的是很珍貴 你把它刨過之後 它就像新的了 對啊 對啊 這邊你說除了體驗這個 DIY之外啊 還有什麼 什麼可以體驗的 或者是 有沒有吃吃喝喝的 他們有檜木咖啡 檜木咖啡 對 有檜木的香味嗎 對有檜木香味 我跟你講我們把這個完成 我稍微等一下教學完之後 我們就來品嘗一下好不好 好 OK 來啦 阿神哥 這個就是檜木咖啡 對 這是吳玉中發現說 在檜木存入裡面 是 它可以加在咖啡裡面 也可以加在茶裡面 等一下 你是說檜木的什麼東西 存入 存入 對 那個是什麼 就是在蒸餾 檜木金流的時候 它的水蒸氣 然後把它收集起來之後 就變成檜木存入 像蒸餾的感覺 對對對 然後它會凝聚起來 變成液體這樣 對 然後再把它加進去咖啡裡 對 所以它又有檜木味道 又有咖啡的味道 好特別喔 來我來嘗嘗看 有耶 有喔 好香喔 感覺嘴巴裡都有含著一塊檜木 那個檜木的香氣 彷彿彿彿就串在那個咖啡的香氣裡面 對 會去聞得到 然後喝的時候 在嘴巴裡感覺也嘗得到 對 因為我們本身就有 檜木金流在提煉 然後也有 相對它也有 水蒸氣的存入出來 早期都是倒掉 都倒掉 然後自後來才發現說 它的味道真的很重 嗯 你把它煮 煮到 剩下一滴 它的味道還是在 嗯 所以才把它想說 那如果把它加在咖啡裡面 應該會有 不一樣的 哦 的 風味出來了 您剛剛說 您是 被委以重任要來做這件事情的 可是說實話 你要本身要很有興趣啊 一開始為什麼 想要接手來做這件事 在我自己的故鄉裡面開這間檜木生活館 目的就是要讓更多人知道 子官的位置在哪裡 其實像我們來子官 我們就 可能就去逛逛客宅聊啊 什麼的 但我也沒想到會有這樣的一家店 然後你可以來體驗一下 然後看看我們的檜木的木工 然後可以品嘗一下咖啡 今天的行程我來到子官 先是到了劉文喜的故居 看到的一些歷史的傳統 然後接下來又到客宅聊 感受到了傳統跟創新的嚴格 接下來來到檜木生活館 感受到了人和當地 還有自然的自由 我覺得啦 說真的 希望大家以後去走走的時候呢 可以多感受 多聽聽故事 感受一下當地的人文的一些歷史地獄 然後 higher 都要走 就會要走 主持人 不堅持人 技能 要超大 人沒有 做什麼 要留在 我們會不會 如果 那個人 這個人 可以了嗎 好 可以了嗎